嗨 我是張君寧 我從小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對自己不夠有自信 然後很討厭自己 否定到底 真的是到底 那可能是因為我姐姐是一個太可愛的人 然後個性很鮮明 相對於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我常常會很羨慕她可以 在大家面前講笑話這麼可愛 然後長輩那麼喜歡她又討喜又愛笑 然後又有才華 愛看書 又有很多設計的能力 又好 我就想說天啊 相對於她我到底存在這世界上幹嘛 我找不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我不知道 自己除了念書之外還可以幹嘛 好像 盡量滿足周邊長輩的期許 可能是一條出路 所以我盡可能成為他們眼中所謂的好孩子 老實說數學一百題沒寫完不能睡覺 我就是會寫完才去上課 考試之前就是會念到半夜 我媽媽都叫我不要念了 我還是會覺得我應該要做完才去幹嘛 但這樣覺得好累跟很不開心 然後我很討厭自己的個性 害羞 不安 容易緊張 然後每次老師只要叫到我幹什麼 我一上台或者抽到我就算我背好了 我都會腦筋一片空白 所以從小我常常會跟我姐姐講 包括我出來當演員之後 我也常常跟我姐姐哭 就講到我會哭喔 我就會說我覺得我很沒用 然後我戲也演不好 然後我在演藝圈裡好像又不像大家一樣 會所謂的圓滑跟做人 就覺得我是不是 就是很多東西需要改變 然後我姐姐就會一直跟我說 她在我身上看到的好 她覺得我是一個很安靜 很有安定感的人 做事很靠譜 她甚至送了我一本書叫安靜的力量 她就說其實每一個人本來就不一樣 但是那本書我後來非常喜歡 是因為她告訴我們 其實到最後 我們人要快樂不可能不愛自己 尤其你跟周邊的人 包括感情生活 你要有一個好的感情生活 你一定要先愛自己 你才能夠讓別人愛你 然後甚至於如果哪一天別人不愛你 你還是有你自己的自癒能力 可以讓你自己很快樂很自信 所以這些東西回到原點就是 你不可能真的討厭自己啊 所以你必須先去認識自己是誰 那這個認識的過程可能要花一段時間 這個包括你等一下從心裡去 去接受你是一個這樣個性的人 然後去理解每一個人的個性本來就不一樣 你有你的特長 然後再來包括你給自己很多機會 去嘗試跟找到你是誰 這個東西包括可以藉由大量的閱讀 然後不知道嘗試 像我是一個非常對很多事情好奇的人 所以你說我喜歡音樂 我喜歡攝影 我喜歡可能閱讀旅行 這些都是後來我覺得好像可以試試看 然後慢慢慢慢去做的時候 發現我喜歡我喜歡 那每一件事情都會打開一扇窗 給你一條路 這個很有趣 包括演戲也是這樣 在演戲的過程當中 我一開始我完全沒有表演天分 我去的原因只是覺得我在試鏡的過程 可以讓自己變大膽 這個是我要的 然後試鏡完了之後 開始演戲的時候我也不會演戲 那我只是在想 當時我又回到了小時候 我只是想怎麼樣把這件事情做好 那但是在過程當中就遇到很多沮喪 然後挫折 後來才慢慢發現 一件事情你真的想要做好的時候 並不是你想要它做好 而是你去享受它 所以回到我剛剛說的 其實你必須花時間找到你真正喜歡做的事 然後你才會在裡面享受這件事情 享受了之後你找到這件事情快感 並且從裡面得到成就感 然後你的信心就會來 然後你就會越來越喜歡自己 因為你發現了自己的長處 跟自己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但是我覺得 不用害怕自己是一個多麼奇怪的人 我一直永遠相信老天 讓每一個人出身都是給了他一個禮物 那這個禮物不管你是面貌師傅 你是唱歌的 你是演戲的 或者你是編輯的 或者你是會計師 就每一個人都一定有一個特長 那我們可以試著 把 社會上給你的包袱 或者是家庭給你的期許 別人對你的期望拋開 給自己一點點時間 不管你現在幾歲 然後也不管你現在是不是有 已經穩定的工作 如果你覺得你不快樂 那不是你想做的事情 也請給你勇氣 讓你去尋找你想做的事 我覺得人生很長也很短 所以你不要勉強自己做不開心的事 那以人生如果可以活到65歲來說 你如果現在20歲30歲甚至 你還有35年的工作經驗時間 你給自己一年去尋找 然後迎接另外三四年快樂的時間 我覺得也不壞啊 所以 嗯 就是 我覺得 當你自己不確定的時候 就是你不喜歡自己的時候 這些時間也都沒有不好 但是不要太久 因為這些事情對 你愛自己沒有任何幫助 所以 如果你覺得自己不喜歡自己 就趕快行動吧 讓自己勇敢一點 然後去發掘自己 感受自己 跟給自己時間跟機會 去接受新的事物 然後勇敢改變 嗯 然後接受自己 嗯 希望 從明天開始 你能夠愛自己多一點 晚安